投资朋友欢迎收看财经号角 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聊一下 在全球总体经济市场所发生的概况 我们也很清楚在上个礼拜 联总会才在5月份的利率决策会议 正式的进行升息量满 不过当天股价虽然大涨 但隔一天之后 股价随即开始走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卖压情形 所以到底现在是利空进出还是利空依旧呢 今天我们来特别跟各位做一些追踪和观察 我们先从联总会在上个月所公布的和皮书来做一些观察 先理解一下联总会目前对于全球利率决策市场 所产生的紧缩谈话它的基调为何 我们从图表上可以来跟各位展现 这张图表是过去每一次联总会的利率决策会议上 提到Rising也就是调升的次数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调升次数已经来到58次了 跟过往的平均值20到30次比起来 几乎是翻了一倍 所以调升已经成为了目前联总会的主基调 而它调升的原因在过去以来 我们一直认为是由于短缺也就是short矩 供应链问题所引起的通膨现象 所以它才要调升利率吧 不过这个问题在过去几个月度也有好转的迹象 从最高的78一直到目前仅仅只有55左右而已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个现象 包括本周美国的CPI数据就会进行公布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观察一下 4月份到底本轮的通膨数据 会不会有见顶的迹象在 这个是联总会目前在过去几个月 持续努力的方向 那么如果通膨数据真能如所想象开始进行下滑 而这个时候经济又稍微有一点趋缓的时候 也许联总会在未来几个月的紧缩政策步调能够占款 但是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讲到 真正对于市场尤其是流动性产生致命性打击的 并不是升息而是缩表 这个大家往往会把过多的讯息 主要聚焦在升息这件事情上面 但升息只是暗示着钱它有更好的去处 也就是说你把钱放在股票市场 不如把钱拿回去国债 或者把钱拿回去定存 为什么因为利率调升了 但是这是一种让你主动去选择的一种方向 真实会导致市场上的资金大幅度减少的 其实是缩表行为 什么意思呢 我们从图表上来进行观察 这一次联总会在6月1号就会正式的进行资产负债表的缩减 什么就是资产负债表的缩减呢 简单来讲我们看到联总会从2020年以来 包括他本身的资产从国债和MBS 不动产抵押证券都在大幅度的推升当中 从当时的4兆美元一路到现在的9兆美元 那你说联总会的资产负债表扩增代表什么 代表大量的现金涌入到市场 为什么 因为你购买国债你购买MBS 你从市场上买过来那你要付出什么 你要付出现金 所以基本上资产负债表的扩表过程等同于货币宽送 但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 联总会就要开始缩表 也就是减少资产负债表 那如果你要减少我身上的国债 减少我身上的MBS 就代表着我要把这些资产 从我的央行体系抛售到市场当中 那我要拿回什么 我要拿回现金 所以真正对于股票市场有严重冲突的 其实是缩表所带动的流动性的缩减 这也是目前市场恐慌的阻击调 那么市场就在揣测了 按照这种缩减的步调 经济的影响为何 大家都认为真正发生经济衰退 由于联总会这一次的政策失误 导致的经济衰退 应该会在明年的第三季左右 怎么理解呢 简单来讲 联总会的货币政策它有标准的逆循环特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正常来讲 股市过热 景气很好的时候 它就会采取紧缩 让景气能够降温 当股市很低迷 景气很低迷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会进行宽松 所以联总会真正的作用在于采行逆周期的政策 来让整个景气循环的波动度能够降低 所以照理来讲 目前景气已经有一点见顶趋缓现象的时候 联总会反而是应该要考虑 什么时候要开始降息 什么时候要开始进行宽松 但这个时候如果加速升息的话 那么你就会变成 本来应该做逆政策 逆周期政策的措施 变成了顺周期的措施 反而会让经济摔退更为严重 我们看一下市场对于联总会基准利率的预测变化 从中央图表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年底市场预估会升息总共到8码 来到2.23%左右 那在明年8月份会一路升息 最终利率到3%左右 这也是联总会目前的主基调 当然这个3%时间线还很久 我们还无法做确认 但是市场预期在明年年底的时候 基准利率就会从3%下调到2.55% 也就是会开始进行降息 那为什么去年或者说明年年底 会开始采取降息措施呢 一个最直观的原因 就是市场认为 明年景气见顶下行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整个升息措施 所形成的想象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 刚才把整个概况了解过后 就知道市场在恐慌什么 联总会的态度又是什么 那现在就来讲一讲 那我们的态度呢 到底联总会从3月份升息到现在升息两码 未来一年的绩效为何呢 首先我不认为本次的修正要过度的担忧 一个最直观的原因是从过去的四轮升息周期来进行回推 我们从图表上可以看到这张图表是过去七次的升息周期 我们看到标普白指数在升息的那一刻起从3个月到6个月到12个月的变化 我们会看到从1983年的8月8号到1987年4月1号 1988年1994年97年99年04年和15年 联总会都踩行过升息循环 而且为时都不短 那么在这些升息循环的三个月也就是一个季度之后 基本上收涨的几率是50% 那涨最多曾经来到19% 跌最多也不够就是7个% 那如果在6个月之后 也就是说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起算到今年9月份的话 升息的几率就来到了7乘5 一直到12个月之后 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变化 就说如果联总会从升息的那一刻算起 就类似于今年的3月16号开始升息 到明年的3月16号 基本上股票市场收涨的几率是100% 所以如果升息之后还开始下跌 那就隐含着 如果从过去周期来推论 假设这一次的周期跟过去几轮升息周期都一模一样的话 那就代表着任何的下跌都是你目前买进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一年之后股票点位一定会比3月16号还要来得高 这个就是我们对于中长期相对比较乐观的想象 正由于目前的经济数据 包括最近的非农积位数据出炉之后 我们会发现 其实经济数据的背景支撑 还是能够可以应付住目前美国的升息步调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反而觉得不要过度的恐慌和担忧 那的确我们看到从图表上来解释 很多的股价很多的股票目前已经跌到接近价值股的境界 我们看到这张图表是美国那一些在疫情期间受到大量吹捧的这些相关的概念股 那么石黑框线它讲的是它在市值顶峰的时候的市值变化 那么灰色点点线它讲的是2019年年底当时市值的变化 那么这个蓝色线是4月底目前它市值的变化 我们看到PayPal几乎已经跌破2019年的水准了 包括Netflix市值也大幅度的缩展 莫德纳虽然它没有到19年当时那么差的水平 但是相对于本轮的疫情的来到最高峰 它的市值来到最高峰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也衰退了接近一半 包括Zun做视讯软体的 包括底下我们看到的Carbonat做这个运动线上软体的 或者是达美乐 目前市值都在大幅度的一个缩小当中 它也隐含着目前其实很多的股票都在严重的去估值 基期其实有一点下滑的趋势 可是你说难道他们财报不好吗 其实如果从市场预期来做观察 我们知道现在是财报季 美国其实大部分的财报 有接近八成都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来得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一个变化了 到底为什么指数在跌 因为还是有不好的 而这些不好的近期来看 刚好都是全值股 各位理解我们的概念吗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股市的指数下行 不是说美国企业表现的都很差劲 都比预期来的差 而是有一些全值股它开始松动了 而全值股只要下调一点点的平等 就对于指数有自明性的影响 而我们看到其实大部分的财报 都比市场预期的还来得好 而大部分往往是中小型股 所以各位可以理解到 很多中小型股已经杀到一个见顶的位阶 开始进行反弹 而全值股开始低于财测的一个状态 那你包括那你说发生这种事情 到底这些大股东 这些公司派他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从图表上来观察 这张图表是美国标普白指数当中 美国企业实施库长股的金额 我们看到在2022年灰色线是同期的 实施库长股的金额的变化 已经创了历史新高 也就是说今年从第一季跌到现在第二季 四月份五月份 美国这些公司派大幅度回股 回购自己股票的金额 已经创了历史新高 如果本轮是真的是经济大幅衰退 即将来临 这些公司派干嘛那么急着进行回购 干嘛买得那么猛烈呢 适度的买一点即可 也就是说公司派其实很多人都认为 自己的股价已经平移到非常离谱 低价的一个区间 所以他决定开始进行 大幅度的一个回补状态 所以我们就可以稍微理解了 现在整个全球股市的基调是 大股东公司派在抄底 散户基金正在进行停损 这就是目前全球股市的概况 那当然谁赢谁赎我们要看事后论 但是至少我们把自己主观的想法 以及周期的看法提供给观众朋友 那很多人说你不对 买是可以 但不应该买这些科技股 应该要买一些传产股能源股 我反倒也不这么认为 我们从过去四轮的升息周期 从各产业类别的板块来做观察 各位可以发现 其实在过去标普500指数 在升息周期当中表现最为亮意的 往往就是现在被杀的最重的科技股 平均涨幅都有两成左右 那第二名是这个Real Estate 是房地产类股 第三名才是能源 第四名是健康医疗 那一直到第五名 才是相关的消费类品 而且我们看到升息循环 受到最多影响的金融股 也仅仅只有5.3% 算是木半端 也就是说我们从过去 以往所看到的升息周期 似乎利率的提升 对于科技股有致命的影响 它是一个短期的利空 但它并非中长期景期的变化 为什么 如果你长此保持在一个升息周期 其实就隐含着景气不错 而景气真正的驱动力 难道是喝可口可乐的人 越来越多吗 难道是用原物料的人 越来越多吗 这都是 但是真正景气 可以中长期向上的因素 就来自于熊彼得所说的 错坏性创新 就是科技的进步 观众朋友你要想看 为什么我们其实 在过去几年来看 除了这两年都是一个通缩的状态 为什么全球那么容易进入通缩 而不是通胖 一个最直观的原因 就是因为科技在创新 你科技创新的速度越快 物价就会越便宜 以前一台iPhone 的确每一台新机出来的越来越贵 但是你现在去用iPhone 6 iPhone 7 是不是随着物质的进步 其实大部分的东西很容易通缩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 那你说那你说科技进步 那为什么现在还通膨 因为联储会海量货币宽松 要不然随着科技进步 大部分的东西 老实说会越来越便宜 只是因为现在的货币量 也在增加当中 尤其今年其实在于第三第四季的行情 我们是可以抱持着稍微有一点 比较利多乐观的一个心态 来做看待的 尤其在市场现在比较偏悲观的时候 原因为何 我们看一张图表 这张图表是美国在中期选举的 股市报酬的变化 以标普白指数来计价 那我们看到这张图表 First Year Second Year Third Year和Forth Year 他讲的是美国总统在他的任期的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那美国总统其实在第二任任期的时候 第一任任期的第二年的时候 通常是中期选举年 也就是国会的大幅改选 那我们看到从黄色到白色到蓝色到红色 他分别是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标普白指数的报酬 我们从过去50年的中期选举来进行回推 各位会发现 基本上每年中期选举的第二季 几期都会大幅度的拉低 收叠的机率是很高的 然后一直到第三季稍微有所反弹 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 反而是最为亮丽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的发生呢 一个最直观的原因 就是因为正由于中期选举 执政党他会选择在年底的选举之前 把股市几期拉低 在第三季到第四季的时候 把股市拉高这个时候最有利于他股票市场的一个行情 然后在明年第一季会开始有新一波的庆祝行情 所以投资朋友反而从中期选举的角度 可不可以思考一下 难道拜登在中期选举以前 不会释放一些财政政策上的利东 这个是值得大家来多多一些留意和观察的 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宏观总体经济方面的一个变化 始终就是要告诉各位 价值投资它有一个前提在 就是对于未来的经济 它抱持着某种程度的盲目乐观 你说有没有可能全球毁灭 美元崩溃 美国股市崩溃 暴跌 台北股市跌到4000点 你要讲这股票市场什么样的变化都有 但是往往能够在这个市场上长久生存的 它某种程度 它一定是有一种盲目乐观的心情所在 所以盲目乐观要有 我们的问题只剩下于 那短期的利空 我们要怎么适当的配件资金 我们对于未来行情大致的想象为何 今天也提供给观众朋友 如果有更多的兴趣和想法 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财经浩角影片底下来进行留言 记得帮我们按赞加分享 同时也可以帮我们去Money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期财经浩角再相见 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